季老师 我们这是一桌子饭 但是还要麻烦您稍等一下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是喜欢被叫政委还是叫副局 我都不知道 因为这是网民大概起了绰号 无所谓了 因为我的永远的本质身份就是老师 我给您解释一下 网民起了这绰号是叫战乎局 战乎局这个全称是战略忽悠局 是这意思吗 是的 你怎么看战乎局政委 最早是一届张局做 张大中的那个 他们那帮粉丝忽悠起来 因为我们说的比较多 然后经常说错 特别是张局做 说的特别错 但是从常识段看来 好像说的又有点符合国家利益 所以大家就觉得有个战乎局 战略忽悠局 这是网上骂我的 张中将军 他有时候做节目会拉我去 因为我老在一块做 大家以为我们搭档呢 就不用我们这个电视台记者请 橘座说走 我们一起去上这个节目去 他做节目多 大家还是以他为主的 然后就是他也会问问他 有时候他喜欢跟谁搭档 有时候他就叫上我 平时你俩经常一起喝啥吗 很少很少 橘座跟您一起上节目的时候 俩人撞得特别放松 哈哈是是是是 是这样就是这两个人天性 那个张家军他知识面很广 然后应对那个媒体也比较熟练 所以他是很家常 就一点不紧张是吧 我好像性格也差不多 性情中人吧 也我们不太折尊掩掩 有什么问题直书胸怀 也不是看谁的脸色 应该比较本色 就双方做节目比较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他喜欢教授我 你是福音在等待 有一个知识的人 想想搞的其他家运没话说 那当然也不是 没有我看经常有 你俩一说话 其他家运就 哈哈哈哈 跟着我没乐 应该讲举座更会讲一点吧 我我我还能插上你一句话 你俩之间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那倒没有 因为我还是比较敬畏他的 哈哈哈哈 看出来到节目的时候 这种敬畏 我觉得可能理解为这个 心灵上彼此尊敬啊 我敬畏这个位子 我是没看出来 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很佩服他 所以我们当年也有些不同意见 有时候就对很具体问题的判断会有些不同意见 有时候他比如说可能对美国的判断严峻一点 我稍微缓和一点 也是这种小小小不同也会有的 他总体来讲 我觉得他对形式判断是不错的 然后军事专业知识很好